撒姆尔记上第27章 大卫心里说 总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 我倒不如逃奔到非利式人的国土 扫罗对我就会死心 不再在以色列全境寻锁我 我就可以逃脱他的手了 于是大卫起来和跟随他的六百人都越过边界 到迦特王马厄的儿子雅吉那里去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以及他们个人的家眷 都与雅吉一同住在迦特 大卫的两个妻子 就是耶色列人雅兮暖 和做过拿巴妻子的加密人雅比该 也都住在那里 有人告诉扫罗 大卫已经逃到迦特去了 扫罗就不再寻锁他了 大卫对雅吉说 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在这地的城市中 给我一个地方 让我住在那里 为什么要你的仆人 与你一同住在王城呢 那天 雅吉就把喜格拉赐给大卫 因此 喜格拉直到今日 还是属于犹大王的 大卫在非利式人的乡镇 居住的日子 共有一年零四个月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上去袭击基树人 基色人和亚玛利人 这些人自古以来 就是这地的居民 居于舒尔到埃及地之间 大卫攻打那地 无论男女都不让一人存活 又掳走了牛 羊 驢子 骆驼和衣服 然后回来 到雅吉那里去 雅吉问 你们今天袭击了什么地方呢 大卫回答 我们袭击了犹大的南方 耶拉灭的南部 和基尼的南方 无论男女 大卫都不让一人活着 带到加特来 他说 恐怕他们把我们的事 告诉别人 说 大卫做了这样的事 他住在菲利士人乡镇的日子 常常这样做 雅吉相信了大卫 心里说 他在自己的族人以色列中 留下了臭名 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